台湾近阿波罗公司卷入黎巴嫩真主党呼叫器爆炸案 持续延烧 声称生产AR-924呼叫器是来自匈牙利BAC公司 不过外媒找到这家坐落在布达佩斯郊区的公司 外观就像一般名宅 明明是上班日的周二 大门深锁室内也没有员工 仅仅见到影印纸印上BAC公司名称 并用胶带贴在窗户上 有人透露这公司确实在该地址注册 但同一个地址还登记了其他数家公司 就在舆论盛销沉上之际 BAC公司创办人兼CEO图片在网路上流传 让网友惊呼这CEO美得就像是网路诈骗账号 俊阿利吉欧派国会议员认为 这应该好好调查 究竟这起事件是否是以色列情报机构 摩萨德的掩护公司 还是匈牙利政府知情 甚至可能参与其中 对此匈牙利政府发言人科瓦克斯 发文表示 当局证实涉事公司是一家贸易中介公司 在匈牙利境内没有制造或营运据点 所提及的装置根本从未在匈牙利境内生产过 虽然我方与匈牙利各持己见 但英国金融时报报导这类产品即便是在欧洲或中东地区组装 也需使用来自台湾或中国公司的零组件 这回BB扣案牵扯多国 持续引起全球关注 三连新闻 林志志报导 三连新闻 林志志报导